看起来小甜甜是很努力的要离开她 那可是她老公并没有要离开 我有时候觉得像所谓的霸凌啊 或者是家暴啊 其实有很多人是帮凶 你知道你的朋友或你的教友 正在遭受这样的暴力 你有什么权利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发生 然后先以所谓你认为的狭义的教义来规范别人 已经有人在叫救命了 已经有人在说请帮助我了 听不到吗 看不见吗 就是什么是合都是好的耶 因为我刚才看了一篇新闻就很 很急到气到就有点 有点 说不出话 你如果是走过同样的路 那我很怀疑你的心里有多扭曲 才能接受那么扭曲的人生 自己遭遇过家暴 然后还要告诉她说喜事宁人的人 刚刚有人叫我聊一下小甜甜是吗 只能咬头 小甜甜被家暴嘛 然后也找了长辈啊 找了各种方法 也验商也录音等等 那这个过程其实我相信她自己已经面对了蛮久 那我就比较不明白说之前教会讲她什么私生 我觉得在每一个关起房门的家里面都有很多事是我们不知道的 我觉得自己保护自己是第一步哦 就是我看到有一些专业人士 比如说律师就建议说你自己要录音 如果你已经处在一个很不对的关系里面 我觉得现在手机很方便 就随时给他开着录音 看起来小甜甜是很努力的要离开他 那可是他老公并没有要离开 我有时候觉得像所谓的霸凌啊或者是家暴啊 其实有很多人是帮凶 你知道你的朋友或你的教友正在遭受这样的暴力 我觉得其实宗教有很多教义是后世的人自己去诠释的 你有什么权利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发生 然后先以所谓你认为的狭义的教义来规范别人 而不是广义的 觉得人家需要帮助 所有宗教都是要助人吧 而且都是以善为出发点吧 已经有人在叫救命了 已经有人在说请帮助我了 听不到吗 看不见吗 不是什么是合都是好的耶 因为我刚才看了一篇新闻就很 很急到气到就有点 有点 说不出话 我想小甜甜应该也有点错愕吧 被伤害的是我 被检讨的也是我 怎么回事呢 同样身为女人 我觉得应该会自己也会了解就是 你如果是走过同样的路 那我很欢迎你的心里有多扭曲 才能接受那么扭曲的人生 你的自我在哪里 你觉得你自己没有价值 所以你才能够接受这样的 我不是说小甜甜哦 因为她已经在找方法了 我说很多甚至自己遭遇过家暴 然后还要告诉她说喜事宁愿的人 像我们在做公益活动的时候 很多受虐妇女儿童 我们是听到或看到或知道的话 其实是请你协助报警的 因为你冷漠的忽略的话 这个情形就会继续发生 我觉得舆论的压力是非常恐怖的 所谓的舆论不见得是 一开始就投射到大众 而是她所带的团体 你是采取什么态度 其实我身边很多女性都 大概经历过那种 不要说动手 还没到动手都已经受不了了 就是老公不帮忙打电动 我在洗奶瓶 她在那里打电动 然后呢 我在那边累得跟狗一样 然后她说她要出去玩 这样 我在想说以后的家暴 会不会认定变更宽 就是那样也算家暴 凭什么老娘在这边苦 然后你在那边玩 鼓励所有在 关系当中 你觉得你很辛苦 然后你觉得 我根本不想要继续下去的人 可以做出另外一个选择 离婚又不可耻 离婚是表示 你有能力承担 一段关系的结束 你勇于负责 然后呢 负什么责负 对自己的责任啊 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老师 在要求对别人负责 那永远没有人问说 你自己过得好不好 所以你想要帮助人家和 好啊 那你要改变的人是谁 好像是动手的那个人吧 真相会水落石出的 那在这过程中 大家可以选择就是 你及时的悔改 还是你要继续的说谎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嗯 大家蛮心疼甜甜 我相信他 应该可以处理得很好 不太开心有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希望有很多专业人士 可以帮助他 谢谢大家